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禄中途需求他再次访问耶路撒冷 向当时教会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团体 说明他自己向外邦人传布福音的使命还有成果 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保禄说 如同圣伯德鲁是向犹太人宣讲福音 而保禄意识到自己要向外邦人宣讲福音 成为外邦人的中途 在耶路撒冷的几位中途相当支持他保禄的做法 但提醒他要多关怀穷人 有意思的是 保禄还叙述了当佛多禄到安提约基拜访时 他原本和规划的外邦人一起吃饭 但当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到达时 博多禄却改变了态度 有所顾忌的躲开 因为与外邦人一起进食 并不符合 犹太人的法律 而其他的人也跟随他的行为一起假装 保禄看不惯这样的行为 认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福音的道理 就提出指责 即使是对当时教会的领导人物 他深论 我们得救是因对着耶稣基督的信仰 而不是只是遵守犹太的规矩 并且说了很有名的这一段话 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生活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我现今在肉身的生活 是天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 他爱我 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今天福音是叙述 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 门徒们请他教导他们如何祈祷 耶稣就教给他们 这个我们所谓的主导文 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主经 导文有五个祈求 五个祈求中 前两个是关于天主的 而后三个是关于我们的需要 前两个祈求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祈求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受显扬 当我们诵念这个经文的时候 重要的是反省 我们作为天主的子女 我们的生活是贡献 还是远离天主的圣名 我们的行为是表扬 或是败坏天主的名字 并且我们应该怀有豪情壮志 愿以天主的计划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愿为正义和平真理仁爱的天国附上毕生的努力 使天国早日临在我们人间 为了天国早日临在人间 为了天主的计划 得以在世上成行 我们向天父提出了三个祈求 我们需要日用的食粮 才能够继续为天国努力 我们也需要宽恕 天主的宽恕 我们不断地跌倒 而我们也要互相的宽恕 彼此的接纳 在遭受考验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天主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后三个祈求 都是用负数 赐给我们 宽勉我们 不要让我们 这强调我们的信仰 是团体的需要 而不只是个人的需要 族内的兄弟姐妹 也许我们自幼已 学会诵念天主经 且因当时 还不了解 持续的词意 只是记忆式的 不加思索的背诵他 天主经所包含的 祈祷意象 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祈祷中 也思考耶稣基督 最关切的祈祷意象 耶稣称天主为父 这个关系使我们 也能在信仰中 称天主为父 学习耶稣基督 以天主为生活的中心 并且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不是理所当然的 需要天主的保障 既然经验到自己的罪 以被宽恕 也要宽恕别人 此外 基督徒的生活 常常面临各种的 诱惑和威胁 我们要常常的行物 以避免犯罪 总之 在天主经的祈祷中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亲切的称天主为父 让我们不但对他 亲近崇拜 还要认识自己的责任 努力将基督的国带到人间 愿天主降福你们